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同类疗法是一种 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 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 星麻二百思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之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青赞同类疗法 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疗疗疗疗疗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原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原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一種療劑 好了,今天為大家介紹另外一種 同類療法的靈丹妙藥 Belladonna Belladonna 中文我們翻譯叫做 Deadly Night Shade 這個很明顯是一種植物 亦可以說是有劇毒致命性的植物 通常影響我們的腦袋 很有趣的 這種癲劇雖然對人屬於一種劇毒 可以致命的劇毒 但是用在羊和兔子 其實是沒有毒性的 也有些食慾動物 其實毒性是中度的 可以這樣說 自然界的東西雖然有劇毒的成分 但是都是因人不同的動物 他們的反應是會不同的 好了 Deadly是每一個家庭都需要常備的 因為是對一些小朋友的 大部分的小朋友的病徵 很多時候都適用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在家裡 一定要備有Beladonna 癲劇 一般來說30C就足夠了 首先我提及Beladonna 本身是一種劇毒的植物 但是它因為在同類療法的劑藥過程 其實將這個療劑不斷稀釋 稀釋到如果是過了100%的稀釋 到了12輪或者12C 就差不多是剩下一粒成分 可以這樣說 在同類療法應用的Deadly 在裡面是完全沒有任何的物質 沒有任何的成分 所以基本上是不會有任何的毒性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大家也聽過有一種病 其實以前曾經比上都頗流行的 就是一種叫Scarlatina Scarla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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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是用於Scarlatina 可以差不多這樣說 是90%都適用 Scarlatina 通常是一種高燒 有一種紅色的疹 是比較光滑的那種疹 同時有一個症狀 就是那條尼胎 是一種叫士多啤梨的雷替 你看上去 像舌頭的表面呈現紅點 像士多啤梨一樣 這個就是星紅葉的典型的症狀 高燒 鮮紅的光滑的皮膚的紅塵 加上士多啤梨有士多啤梨的形狀 很紅的紅點 這個星紅葉是近年來有復發的傾向 即是已經消失了一段長的時間 而星紅葉的消失其實也跟我們打針無關 因為從來沒有一些疫苗注射對付星紅葉的 但正如我們經常跟大家分享 就是打針 其實並不是導致傳染病消失的原因 好了 在應用這個癲劇 其實我們最重要要記得 這個是癲劇的症狀 在早年或者中世紀的意大利歐洲國家 Beladonna 的意義是一種美麗的女子 Beautiful Lady 原來在中世紀的時候 很多的女性 就會用癲劇的執液滴到她的眼睛 令到瞳孔放大 當然瞳孔放大,眼眉是烏黑 是否令到她們看起來好像比較漂亮 好像眼睛是烏黑會比較漂亮 所以在癲劇會令到我們那個瞳孔放大 當然在病人裏面 如果我們發現一個病人在高燒之下 瞳孔也放大 這也是癲劇的症狀 好了 我們要明白或者了解應用癲劇 最重要的主要主子 我們要明白 這是一種跟沖血有關的 如果你記住Beladonna 你便在想像一堆血 突然之間衝到某一個地方 出現一種沖血 當然 我們的血管是一種搏洞 有一個叫Posation 那些血是積進去 集中在一個地方 跟著就像心臟一樣搏洞 搏洞 沖到紅曬 來搏洞 這個就是Beladonna 主要的症狀 所以 身體任何部分 不論是跌傷 扭傷 曬傷 頭痛 甚至乎 盲腸炎 之類之類 凡是有任何的情況 出現我們的血 是集中沖血 而出現脈搏洞 這種症狀 其實你都可以考慮應用癲劇 這個癲劇 譬如我剛才所說 如果你是急性的盲腸炎 而你的病症 當然會劇痛 抽痛 但你感覺到 蠻腸部位 好像一種脈搏洞 一種脈搏跳動 這種感覺 就可以立刻用癲劇 急症處理 這些急性的蠻腸炎 也可能你是受傷 膝蓋 或者扭傷了 而你的膝蓋 突然變得又紅 又熱 有一種發炎 一種發炎的 搏洞的發炎 摸下去 很生氣的時候 也可以考慮用癲劇 或者你在太陽裏曬曬 有一點中暑 例如Hit Stroke 導致頭痛很厲害 而頭痛的即場 有一種脈搏跳動的 蝕蝕聲 這種頭痛 血液衝到頭頂 這也是癲劇的正形 或者是驚奇痛 如果這種痛的形狀 感覺又熱又感覺 也有脈搏跳動的痛楚 記住 癲劇的正形 通常是用高燒 就像齊仙 我們之前所提及的 聲控熱 聲控熱的主要症狀 是高燒的 高燒得來 有感覺是熱 也覺得頭痛 一種脈搏跳動 這種頭痛 皮膚摸起來 覺得整個皮膚很生氣 這是白蘭多娜 蝕蝦這種高燒的形狀 當然也有時候 你會發現 在高燒的情況下 病人頭頂很生氣 但手腳都很冰凍 這也是蝕蝦的 白蘭多娜的正形 大家有時候 最怕發燒會抽筋 如果遇到這種情況 這種發燒的抽筋 療劑就是白蘭多娜 當然 你的小朋友過去 有這種傾向 曾經試過發燒的時候 就會出現抽筋 記住 下次一遇到發燒的時候 就算未抽筋 就馬上用療劑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發燒不是一個敵人 如果不懂發燒 動物界的動物 做過很多研究 如果動物不懂發燒 受到感染 會死亡 死亡率很高 發燒是我們的朋友 身體靠發燒 來處理疾病 來醫病 所以燒本身是不需要害怕 但你最重要是懂得處理 就可以了 好了 蝕蝦的發燒是常見的 很多時候蝕蝦的高燒 會非常之高 高到104度 105度 如果你發現 高燒在夜晚刻 是突發性的 半夜的時間比較多 或者3點鐘 下午3點鐘 或者晚上9點鐘 這個時分 是特別差的 而發燒燒到面都紅了 摸下去的面 嘩!事情是燙手的 而看著眼睛的瞳孔 就長大 眼睛看來好像玻璃眼 像玻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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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能是喉嚨 連球菌的喉嚨發炎 這個也是一個可以處理的 天茄可以應用在這方面 天茄的什麼情況之下 有時候要引發呢 隨著我齊先生說 可能在太陽裡曝曬 小朋友可能出去玩 或者去沙灘游泳 突然之間就曬了一整天 然後晚上就發燒 這個記住 一種曝曬之後 亦都可能受到寒 突然之間的受寒 突發性的受寒引發 其實這個亦都是癲劇的正義 但記住 你看下去的時候 當然大人會感覺到 可以形容到 他那種症狀是怎樣 例如一種脈搏跳動 這種記住 脈搏跳動 又紅又腫 充血性這種情況 小朋友有時候 未必講得到 但是你看到他 看下去 他臉很紅的 好像很充血的 還有眼睛是靈靈 好像有些玻璃眼這樣的症狀 手腳 可能皮膚很熱 但亦都很可能 像我剛才說 可能頭就很輕 但手腳冰凍 這個也是一個Beladonna 即是說 血液衝到一某個地方 衝到頭部 好了 還有一個 審問仔 很多時候就會出現中胰炎 跟大家說過 中胰炎這個症狀 很多時候 如果是經常出現 很多是跟食物敏感有關 通常是牛乳類食物 如果你用抗生素去處理 你會令到中胰炎 復發率只會增加 所以正確處理方法 可以用同類療法 中胰炎 加上高燒 耳仔痛 看下去 整個臉都紅了 發炎 烈的 有時候是右邊 如果是右邊的 也有個中胰炎 發高燒的時候 如果那個病人 例如小朋友 可能特別怕光 不喜歡在一個光的地方 喜歡躲起來 蓋住 把頭蓋住 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會對外來的聲音 除了光之外 會特別敏感 甚至對聲音都敏感 也有時候 有一種幻覺 好像發燒 好像見到有些 有些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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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躲起來 放在一個床上 拿一張皮包住頭 這種情況 也不喜歡 有些人 會摸他 突然間摸他 躺一躺一躺 就會很密疹 好了 另外一類的問題 就是出血 例如流血 無論是流鼻血 或子宮出血 有些時候 病人會這樣告訴你 他的血 这种感觉很热的情况,或者是发烧 可能女性是四几个月的怀孕,突然有高烧 然后出血,你记住,这个可能是一个癫剂疗剂的症状 很多盘康炎等问题,如果病人感觉到流出的血是很烫的,很烧热 这也是一个癫剂的症状 当然发烧的时候,有脈搏的跳动 如果你有时留意到,颈大动物脈搏的跳动 这也是代表身体的症状 这种血管性、充血性的头痛 会看到颈动物是一种搏动,你可以看到这种搏动 这种情形的喉咙痛,我刚才所说的链球性的喉咙痛 看上去,喉咙是很红的 而皮肤或者病人感觉,喉咙好像火烧的症状 这种情况,记住 Beladonna在发烧的时候,他会感觉上是口渴的 他想喝水的 Beladonna在发烧的时候,他就希望是喜欢和暖 他就不怕,不喜欢冰的 他喜欢和暖的,即是说,虽然发烧也好 你都会发现,他也是抱着一张皮 不是把一张皮踢开 好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症状是癫咙 癫咙的症状通常是离得快,也都走得快 你记住,好好的好的小朋友 突然之间就会高烧起来 这种是离得快的,也有机会走得快 病的时候,小孩很不安,走来走去 有时高烧到神分尖语,很多幻觉 好像见到怪兽,这种情况 好了,Beladonna也可以帮助腎石的脚痛 腎石的脚痛是很痛的 记住,他除了抽痛之外 抽缩痛也有一种搏动的感觉 所以任何情况之下 包括子宫的抽痛,膽的痛,腎的痛 甚至膀胱的痛,甚至膀胱的痛 或者因为盲腸炎,甚至膀胱的痛 全部都是Beladonna症症 好了,蝶茄的人 其实头是很敏感的 他们不是很喜欢吹到头的头 小鸿仔很多时候,他喜欢戴帽 你知道有些小朋友的头很流行 是不喜欢戴帽的 但是Beladonna的小朋友 通常底纸是钙形,或者直形 Calkeria,或者Silica 这种小朋友 通常他的急性病出现 很多时候会出现Beladonna症症 这种癫症症 好了,你知道钙形的小鸿仔 是很怕风吹的 Silica的小鸿仔很怕风吹 尤其是头部,他受不了汗 所以他喜欢戴帽 好了,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用得着Beladonna 就是出现一种疯狂症 即是一种发急性的躁狂症 在现时的人 有时都用精神科的药 去控制躁狂症 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 碰到这种病人的时候 最好在未试用西药的精神科药之前 不妨可以试试用Beladonna 我过去也是处理过 有些人 他本身有些躁狂病 在吃西药 有些人一个月吃一次 现在很多不同的药 用在这方面 但是我结果用了Beladonna 一个小鸿仔常用的疗剂 竟然是对这种躁狂的 发电性的躁狂病 其实效果都不错 好了 阻碍的情况就是 发烧 通常有些人 发烧都担心 会不会有脑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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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脑膜炎当然也会伤害你的脑袋 会所谓消坏脑 会影响你的脑 但是发烧本身是不会消坏脑 记住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些症状 高烧得来 可能有脑膜炎 面红红 瞳孔放大 玻璃眼 烧高到105-106度 当然 有没有脑膜炎也好 我们都要用 当然 脑膜炎有一个症状 病人会把头 左右摇动 叫做Rowing the head 前后左右 还有一种尖叫 我叫做 一种尖叫的声音 我叫做Brain Cry 就是可能和脑发炎有关 还有就是一种幻觉 如果你遇到这些症状 那小小小子 会有机会出现脑膜炎 当然Beladonna 是一个其中的疗剂 当然在同医疗法 也有很多其他的疗剂 我过去也处理过 在急症室里面那些 急切治疗部 就已经说 已经是脑膜炎 是坏了脑的小朋友 我都曾经用同医疗法 是医好他们的 当然 那个脑膜炎的疗剂 不是只是Beladonna 不是只是癫癫 但如果你看到的症状 很相似 是既要用的 好了 那 我刚才所说 有种狂妄症 癫狂症 那 人在发作的时候 当然很暴力 而且你看上去 他面全都红了 有时候你记得这个症状 好像一个野兽 那样 眼睛好像一种野兽 那种目光 还有很多焦虑 好恐慌 面红了 好激黄 好激黄 好激动 这个是Beladonna 的案件 OK 那 烏头 跟大家分享过 烏头 也是一个 好像Beladonna 烏头 通常人都会很急躁 很害怕 青 那烏头 也是来得快 由受寒之下出现 烏头 通常是整个人都受到激动 受到影响的 而Beladonna 通常是局部性的 血液是冲落在局部方面的 那当然 刚才说到头痛 发烧 会听到蜜薄 是薄薄的 那样痛的 或者有时候头痛 有种刺痛 或者有种蛇痛 总之最重要 是觉得脏很脏 和有蜜薄的 头一只 砰砰砰 这种痛的 对光 对声音 好敏感 这些是Beladonna 的头痛 当然 有时候是鼻痘炎 急性的鼻痘炎 慢性的鼻痘炎 大部份的鼻痘炎 主要疗剂是Calybicromicum 但是如果是急性的鼻痘炎 记住 如果是有虹有肿 有种蜜薄跳动 这种痛楚 Beladonna 是一个主要疗剂 宋文仔 喉咙发炎 扁桃腺发炎 很多宋文仔都经历过 记住 遇到这个情况之后 加上烧 看上去很红 很重 宋文仔很不安 亦都口渴 喜欢喝暖水 或者是喜欢包扎 怕冻 怕冻 怕声音 遇到这种情况 扁桃腺发炎 第一次 就是用Beladonna 好了 我们有时都讲究 一个病人有什么特别的食物喜好 当然 食物喜好 在急性病上未必有关 但如果你看到 比如Beladonna 是喜欢吃一些比较酸的东西 吃柠檬辣一点的东西 喜欢喝暖水 喝冬水 喝柠檬水 这种情况 是Beladonna 食物上的比较酸 柠檬 喜好 好了 Beladonna 记住 逢身任何的部位 有冲血 有脈搏跳动的情况 不论她的病位 发生在什么地方 可能是膀胱炎 亦都很可能是卵巢 卵巢发炎 尤其是在右方 身体右边的卵巢 有发炎 有一种尖锐 刺痛 离离去去 离都很快 突然之间离痛 你动都不能动 突然之间又走了 亦都有一种症状 就是一种下聚的感觉 我跟大家说过 蜜如侵这个疗剂 在子宫盆腔的器官 阴部 性器官部分 就是一种下聚的感觉 原来 是丁茄 Beladonna 都有这种症状 当然 这个是和充血有关的 好了 那么 Beladonna 可以这样说 记住 是一个非常之应用得着的 任何情况之下 你发现是身体局部 有充血的情况 是有红 有气 有蜜蜜跳动 不想怎么动 而来都很突然的 这些都是Beladonna 主要的症状特征 好 希望大家在家里 应该全香港人 或者全中国 或者那些家庭 有10元 也好 最好 都是被用一只 癫的Beladonna 30枝 其实都很够用的了 我相信 你一定是有机会 是要用得到的 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 觉得 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啊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法疗剂 可以在 铜锣湾 炸电街 富城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 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 网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